原标题 揭秘阎西山手下四大金刚 能将附作一位列其中 在民国军阀革聚时代 阎西山的近戏势力 虽然只占据山西一省 但却凭借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富饶的经济在民国史上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北洋军阀势力 还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都把阎西山作为重要的拉拢目标 阎西山也趁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 近随军也就成了当时中国重要的军事力量 而当时的近随军主要掌握 在阎西山手下的四大金刚手中 四副作义副作义出生于1895年 1918年毕业于保定军校 随后加入了阎西山的进军 是阎西山手下四大金刚手 资历最浅的一位 虽然傅作义资历较浅 但其能力非凡 尤其是军事指挥能力 1927年 阎西山加入蒋介石北伐军 遭到凤系军阀张作霖的讨伐 傅作义率进军占领卓州 随后再没有外援情况 下死守卓州百日 傅作义能攻善守的军 是才干也由此得到军事界的公认 如果说军阀混战 只是让傅作义展露头角 那抗击日后就使得傅作义名声大道 1933年 傅作义率军参与长城抗战 被国民政府授予上将军衔全面抗战开始后 傅作义率军辗转各地 于1940年大败日军与五元 取得五元大吉 且放战争主 被任命为华北较总司令 于1949年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成了新中国的领导人 三阳奈元 阳奈元出生于1886年 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校 后应阎西山之邀加入进军 阳奈元为人忠厚 谨慎职守身的阎西山信任 1927年 阳奈元互相作战 全军覆没 阳奈元非但没有被惩罚 还被阎西山身关重用 到北伐抑制前 已经成了进军的重要支柱 1928年 阳奈元被委任为查哈尔省主席 阳奈元以方面大员积极推行 阎西山的政治经济政策 出导查省省政 中原大战中 蒋介石欲收满 阳奈元 但他还是坚定地站在了阎西山这边 阎西山下野后 阎奈元积极稳定住了进军内部 避免内乱 抗战爆发后 阳奈元出任第六级团军总司令 统辖第三十三军 第三十四军以及新边第二师 炮兵第二团等部 先后参与指挥平行官 新口两大会战 新口战役后 阳奈元逐渐放弃军权 一直担任阎西山的首席高干 二商镇商镇出生于1888年 1905年考入保定军校 但由于其加入同盟会 被保定军校开除 后辗转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 毕业后一直从事革命运动 1916年初举世成功 雍臣树藩为陕都 驱逐陆建章 商镇石柱与山西一和之隔的隋德 因在陕难以立足 无奈之下 乃率本团大部人马 东渡黄河 投靠山西 1927年 阎西山响应北伐 进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级团军 商镇任阎西山的第三级团军代理总司令 展开对缝隙的攻击 同年7月 任第一军团军团长 9月兼任第三集团军左路总指挥 应该说 商镇虽然是进军之主 但其一直都不是阎西山的嫡系 1931年 商镇辞去山西省主席 脱离近系 抗战后 参加武汉会战 历任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六战区司令长官等职 后来结束军事生涯 从事外交活动 义徐永昌徐永昌出生于1887年 1916年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 其后随职军任国民军第三军旅长 后升至第一师师长 兼陕西警备司令 1927年 前率不改投山西军阀严西山并北伐 后先后出任隋原省 河北省政府主席 1931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 1937年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亲主任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被任命为委员长搞定刑警主任 负责指挥中日战争第一战区抗日作战任务 同年稍后回南京任军令部部长 1945年日军投降时 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东京完美建秘苏里号参加盟军授降仪式 后历任陆军大学校长 国防部部长 并于四年立陆军大学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 在台湾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欧州 欧州 田笛 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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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